各位大家好,我現在來到馬場鮮蘭游紀念碑 這是法定古蹟 墳場寫著 法定古蹟,這裡可以見到 大約在1922年,一百年前有建成 一個馬場的大火 來這裡有個紀念碑 這個紀念碑,大家看看 寶塔前面 這裡有個紀念碑 有中英文的介紹 旁邊有兩邊,有涼亭 這個紀念碑 大致有些伏手 這裡也有一個涼亭 反過來這邊看 就是另一個寶塔 其實 這裡的建築都是一百年 扁回來 360度 其實 旁邊兩邊 都含有中西式的建築 先說這裡有個涼亭 上面全部都是中式建築 很貴的 其實西式在哪裏呢 這裡 可能是想鄉的地方 這裡有屍頭 這個位置 屍屍頭 這裡有英文 上面這些 都是西式的建築 上面 看不看得到 字 全部都是寫著 受害人的 遇難人 這樣的姓名 女士 全部都是 這裡寫著 中西女士之母 這裡也有 這裡有名字 信德 三水 這裡也有 這裡也寫著 這樣 下面有大球場 這樣 這邊有寶塔 兩邊都是寶塔 這樣看 那個塔都傾斜了 可能 營流失修 或者地陷 地陷 好 那今天的時間 就這麼多